楼市四面楚歌,投资者买楼汽船,将军澳南塘澳投资者去年9月以放售首持两伙,其中一伙刚于昨日减价于21万元以近709万元沽出,而另一伙则于市场以710万元放售中。 香港置业助理分区董事刘浩勤子,业主于2016年10月以1056.64万元,买入南塘澳七座低层及中层两伙基室,去年9月近松榜即放盘,两伙实用面积同为416方尺,其中中层叫价730万元,刚于昨日减价21.2万元,以708.8万元逆手。 赤价17,038元,上纸扣入价595.7万元,账面赚于113万元,升值19%,而另一伙基室则于市场放售叫价710万元,若成功以叫价售出,将价扣入价588.2万元,账面赚约121.8万元。 二味两伙持货三年半,账面赚约近235万元,减价盘增多造就成交急升。 利家各地产分区董事郑运就透露,由于近期楼价回落,加上受新高承诉案揭计划所带动。 大角咀区上月二手交头六得72宗,交2月份39宗急增与八成,当中楼价1000万以下的成交佔半。 新近浪情湾七座中高层楼室,实用面积约845方尺,三房一套年工人套房间格。 望广船州海景,去年2月挨价2000万元放售,直至近日以1928万元交吉易主,减价72万元或约百分之四,赤价约22817元。 据悉,原业主于2014年7月,以约1602.5万元买入。 持货约6年账面获利约325.5万元。 单位升值约20%。 此外,美联物业房地产数据及研究中心高级经理张培雷指出。 该行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,本年首季二手居屋, 包括以保地价的自由市场及未保地价的第二市场,注册量6984宗。 按季跌约4%。 较去年同期1096宗相比,更跌约10.2%。 金额方面,首季6月50.83亿元。 按季跌约5.1%。 较去年同期则跌约5.5%。 若干金额划分,如300万至400万元注册量跌幅最大。 6104宗。 较去年同期急跌约45.8%。 300万元或以下636宗。 较去年同期跌约21.7%。 如400万至500万元6335宗。 较去年同期跌9.5%。 反观,当中余500万元6509宗。 为注册量最多的类别,较去年同期逆史升约4.3%。 并为各类银码中表现最好。 逃去年同期跌约5.5%。 需要就跟你